有一次我们就明白,性实际上是跟政治是联系在一起的 实际上早在毛泽东时代就讲,在毛泽东时代,我那时候是很小的 我很明白,大人就在讲,一个国家领导人或者一个高尴 只要他路线上没出问题,性上的问题是不被足球的 但是你这个人,一旦路线出问题了,那这性能就成为大经理的重要文具 比如说,说王沐文心上很隐忽,说江青又怎么样怎么样 他就这么一个东西,现在我们有一种说法说 哪一个贪官背后没有女人,就是没有风外的女人,没有那个小丽 实际上这句话应该说,哪一个官后面没有女人 只不过的话,那些官被认定为贪官暴露出来了,大家发现他背后的女人 实际上所有的官后面都有小丽 只不过因为他掌握权力,他没有失去权力,他这个性能被看不上去 在我小的时候,一些读物,一些文学读物,一些电影里面有性内容,我们是不能看的 包括是国外的一些电影,我记得印象的是,江青喜欢看的一部美国电影 叫做歌字号,那里面就有扛恋爱,江青喜欢看 但是我们这些人不能看,他只有有一定行政级别的人,他才能够看 所以说大家知道,有政治的级别,他才有性的特权力 那这种特权,他必拿的话,对整个社会造成损害 记住就是,我认为,并不是百姓有性的权力,然后造成损害 百姓有多大的权力,百姓无非就是去飘飘船,是不是 或者自己去搞搞不正常的男女关系,他对整个社会影响不太大 大的是那些官僚 官僚你看看,他一下子背后有人可能有十个,甚至出现十几个的恶奶 来告他这种情况 但是的话,这些官僚还不算最大,最大的国人认为是最高统治 最高统治者,有了这方面的问题,上行下效 他整个社会才从前面出现问题 因此的话,政权有危险 但是很奇怪的是,出现了这种情况之后,往往是由最高统治者,那些官员,来对百姓进行扫黄 从来没有把人来对皇帝,对最高统治者扫黄 没有,他们那些人对百姓扫黄 那如果一定要追究到最高统治者的责任,比如说我们唐败 大家知道,李隆基出了问题了,那怎么办呢? 追究他身边女人的责任 这个女人有多大的权力啊?你皇帝不清了她,她有多大的力量啊? 但是这时候,就把女人那个地球进行用出来 大家知道的话,就是在性的处理方面,也是用性来掩盖政治 好像说都是这个性的问题,来掩盖这个社会的腐败问题 当然的话,聪明的访盼者,他也是的话,拿利润这种渠道来访盼 比如说,一些访盼者像美国曾经出现的CP4 他就是在性上来访盼社会 那中国也是这种情况,50个时候,提出来说,复理解放,身体解放 就是性解放 共产党人当初没有掌握政权的时候,在盈安 也许你们比我更清楚,盈安是一个性非常开放的 无论是上级,下级,性不太开放的 革命,没有革命,身体这个革命是不测试的 他当初当然是为了用性开放,性解放,来对抗国民党的政策 但是一旦新中国成立之后,共产党就不是这样的 他就提倡了一种道德,提倡了一种性解放 所以说,就把本经把大火龙上来的革命就给取缔了 我认为,有人说这个是为了社会进步 我认为革命的革命是为了稳定的 稳定的进步是不一样的 稳定有的时候甚至是进步的反动,阻碍进步 这个的话是很无可奈何的 就是我本能我是很不喜欢参记这种现象的 但是呢,很无可奈何的是 参记现象是伴随着人类文明的发展 它是推动人类文明发展 这是一个无可奈何的一个事实的 它像肥料一样,这样着人类文明推动社会的发展 所以说,我们可以说,性是人类发展的源入里 我们经常看到有一些人很杰出 但是他性上的话,可能也要开放 因为他杰出,所以他性上的话,进方面开放 这个的话是,有一些人 佛洛伊德有一句话,有一种说法 就是说他这个内比多啊,是人类创造的一种能动力 我想这里面提一个,法国的一个很伟大的一个作家 我认为是很伟大的一个作家,叫萨德 这个萨德,你不知道在香港,他被未经济 在中国大陆现在还是被经济的 我在博士,考博士就是面试的时候 当时我就谈到这个萨德 那些坐在上面导师,没有一个人了解他 在我们大陆的文学史上,不出现萨德这个名字 就不出现萨德的名字 那萨德这个人呢,实际上上长期,相当这一段时间 在他的国家,法国,乃至西方,都是被经济 他这个人的话呢,这一辈子,曾经八次入过监狱 曾经三次被判处死刑 当然最后又被赦免 他二十七年是在监狱里面渡过的 最后是死在监狱附属的一个不能友 死在里面 那他的作品,比如《索罗马力百二十天》啊 《征洁的厄运》啊,都有中文版 但是就是,这种书的话呢,他是偷偷地拍的 那这个人呢,很奇怪的是 当初他所生活的年代 政治动荡得非常厉害 但是无因例外的,他都是管在监狱 比如说他做过君主制的监狱 他有做过共和制的监狱 也做过帝国制的监狱 哪不能上台了,也没有把它放出来 到底他是什么可怕 表面上看,他好像是一种嫌隙 他的作品里面是大量的嫌隙 实际上的话呢,是贵牧生存的 因为在整个人类历史上 我发现就是,信并不是绝对被禁忌 比如说,在我们法律文告里面 信的话呢,以一种正义的公正的名义出现 我们前几年,中国大陆还有一些法律公告 贴着哪个人被枪毙的是什么原因 强奸,哪个方案是什么隐乱 他有的时候还写得比较具体 大量公司那么具体 这时候是允许信在公开里面出现的 当时的话呢,也的话呢,这种合法的 把信定为合法的、非法的、或者有罪的、正乱的这种名义 让信以获得的公开表达的权 还有一个,信也是可以公开表达的 比如说在医学里面,教学里面 我不知道中大有没有医学院 老师上课,绝对不可能是回避这个信 那这时候的信的话,是以科学的名义 它是可以被谈论的 可以被谈论的 把信的话的归成,而分成了自然的非自然 这是可以被谈论的 还有一个理由,就是生育 我们都中国人,中国人非常讲究 就是传宗皆大 甚至为了生育,它可以在信上放得很开 大家不知道,看过中国有一部作品叫白鹿园 白鹿园有一个片段,一个媳妇生不了孩子 是她丈夫的问题 婆婆就带着媳妇到山上去拜佛 拜了佛怎么可能生孩子 实际上不是 拜了之后,婆婆就找了个借口 兜到别的地方去 然后里面的和煞就出来,把媳妇抓 那个就抢劫了 然后婆婆就回来,幕后回来 就当做不知道的事,就回来 没几个月,整个媳妇就完了 这个完全是不道德的事情 但是她因为是跟生育 对生育是有好处 因此她也获得了政党权 当然,在文学领域 她们历来是被禁得比较厉害 比如说我们文学领域的禁书特别多 十字堂啊,金平梅啊,才能不能秦人啊 这个都是很著名的地方 但是她们最后都是被解禁 为什么解禁? 解禁的理由都讲说她们不是写信 而是写美 美,美的话呢是一种解禁的公術 这很管悦的 比如说,劳伦斯的作品 她虽然写了大量的信 但劳伦斯的作品里面把信息描写得非常的优美 她甚至还向女性身上 就女主人工身上撒鲜花 让人感觉非常美 在这种时候,她可以被解禁 但是萨德没有被解禁 什么缘故? 因为萨德是不要美的 她是要吹长的,要红定的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 萨德是不管什么礼于什么时代 好了好了,都是本机